合併之前 剛剛同學問了一個還蠻不錯的問題 VBA裡面 像這個MID在ECL裡面也有 可是在VBA裡面也有 他是用同一個 可是問題呢 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VBA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要不你就在坊間買一本 VBA的函數詞點 還有相關的書籍 像旗標好像有 不過我的習慣是你打一個VBA VBA指的是這個VBA大的物件 你把它點下去 其實點下去之後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幫你把所有的 ABS一堆 就是說所有從A到Z 所有的像這個MID有沒有 他會自動的幫你顯示出來 那也就是說打一個VBA點 他就會列出所有 ECL VBA裡面所有函數 所有的 我印象中大概 總數 ECL裡面大概250幾個 可是ECL VBA裡面好像100多個而已 印象中好像剛好是那個ECL函數的一半 所以也就是說很多函數 ECL裡面有 但是VBA裡面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怎麼辦 像我的習慣是 如果VBA裡面沒有 那ECL剛好有 我就直接把它借來用 那借來用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用丟公司的方法 我們前面有教過啦 或者另外還有一招 你可以直接取用那個 ECL裡面的函數 來VBA裡面使用 可是要怎麼使用 這個等一下講 如果有一些函數你不會使用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然後呢 它會前刮虎 像我們剛剛這一題 前刮虎 它會出現後面的提示 如果有一些細節 你假如不知道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它會是 那個出體字表 是說它要跟你要這個資料 Stream 豆點幾個字 那你會發現後面有個 中刮虎有沒有 這個中刮虎意思說 這個引述 沒有也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 其實就等同是後面全部要 當然你還有一個方法 我教各位就是 以前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你可以配合F1 F1就Call Help 實際上官方 裡面也會有一個 官方版的那個 算是說明文件 那你會發現這邊的話就會自動跳出 MID的函數使用方法 那你可以把它點進去 它會有這個函數的相關使用規則 也有相關的範例 不過有的時候呢 寫的 剛開始你可能會 好像有看沒有懂 不過至少聊勝於無 以前剛開始就是從這邊開始 剛開始真的看不懂 後來發現 真的就不是要讓你看懂的 而是讓你看關鍵的地方就好了 就跟你字典一樣嘛 人家字典哪有每個字都看 字典就是看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理論上大家看一下哪些東西 然後呢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一些範例 照著做就可以 這個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他 如果你要從那個 雲端官方的這個地方看 你可以再上一層 它會有VBA裡面所有的相關函數 比如說 VBA裡面的什麼 相關的語言參考 這個裡面都可以再點進去看 語言參考 語言參考裡面就有什麼呢 韓式 有沒有 那你韓式點下去 裡面呢就會有 所有的 它的 有沒有 這個全部 所以呢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 VBA的話 那你可能要做一點功課 什麼功課呢 就是 自己沒事的時候 就把每一個點進去看 像我以前 剛開始學習 真的就是下功夫 每一個每一個都把它點 但是 暫時也許用不到 可是哪一天用到不知道 OK 那你至少就是 我曾經看過 有一些什麼函數 像同學常要問到有DDE 有沒有 動態連結的一個函數 就是它有一些資料丟過來 從別的城市丟過來 它可以去接 類似的 還有什麼 諸如此類 我想請各位 有時間的話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我是沒有 從頭到尾算 不過好像我記得 100多個吧 當然 第一個 是VBA裡面的函數 有這麼多 你可以透過F1 去查詢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功能 剛好 另外 其實這個VBA點 你可以留下來 這樣寫也可以 拿掉也可以 所以有的時候 我懶得打很長的那個函數 我就VBA點 然後把它叫出來 這樣也OK 那第二個是說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用什麼 VBA裡面的MID 那我想要用什麼 用那個Excel裡面 用那個什麼 用Excel裡面的REPRESS 當然那個VBA裡面有REPRESS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想要用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REPRESS的話 那你必須要記喔 怎麼去引用 Excel裡面的函數 比較麻煩 因為呢 他要先用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應該之前有跟各位講過這個物件吧 這個物件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就是 VBA裡面的 有沒有 VBA 就是指他 Application 就是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就是這個東西 那實際上指導以色本身 實際上就是他最老大 他是最大的 點 點下去的話 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Walksheet function Worksheet function 的指物件喔 也就是說呢 這個Excel裡面的所有的工作表 函數 指的就是這個函數喔 點下去的話你會發現喔 200多個函數 通通通在這裡喔 那其中比如說我要用replace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replace出現 有沒有 就在這裡 那你一樣可以利用他去做後續的事情 只是說喔 他用的方法又不太一樣了 錢瓜糊 他要傳遞的方式喔 又跟在那個Excel裡面傳遞的方式不太一樣 他現在已經在 VBA的世界裡面喔 所以你不能夠用之前的寫法 你只能用 VBA裡面寫法 OK 比如說他第一個說 你要給我什麼呢 String 那這個String呢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剛剛 密的上面這個 這個 所以你就把Range這邊喔 這一串東西丟過來 OK 第一個給他 第二個他要什麼呢 欸 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第一個是 String嘛 第二個是 我們用那個 不會有時候喔 那個replace 最近使用過的replace 有沒有 String number 那你會發現這邊比較清楚 那這邊有時候不太清楚 所以有時候 還要回頭看一下 這邊看 String number 然後 幾個字嘛 就是刪除幾個字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呢 如果有些地方 忘記的話 那我就 String number的話 就是這個嘛 有沒有 第幾個字 DLEN 一樣 所以你要寫成這樣喔 你不能寫那邊的方式喔 然後加 加幾個字 加一個字就好了 豆點 然後呢 你要 再來什麼 第幾個字 然後呢 SG 跟進一下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E啦 先第一個字 再幾個字 OK 然後再 變雙以號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把什麼呢 replace的方法 用在VBA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 先把這個 記起來 Application 點Walkshift 不過啦 你不用 這個可能要被Application 但Walkshift方法不用 你就打一個 WO 它後面就出來了 當然你要全部打出來OK啦 然後再點 它就會出現replace 後面的規則 請你就要用 VBA裡面的規則 而不能用那個 但兩邊其實有類似的地方 做完之後呢 應該這樣也OK 我看一下 如果我把它跑一下 因為這個 剛好 同學問到 那我就順便講一下 如果我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做出來會不會 結果一樣呢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這樣做 很多東西都是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OK 現在 這真的今天我沒有彩排過 我之前也沒有教過 第一次這樣做 但是 因為那個 邏輯都是一樣的 所以有的東西 你真的就是要照著這樣子 只是說這一串 真的還 我不容易理解 你不用背啦 Application 點 Worksheet function 所以我是這樣 Application 點 W O就可以了 出現了 Worksheet function 點 然後呢 打一個RE 那你會發現它會把所有 Excel裡面 內部的函數 全部都幫你顯示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VBA裡面的函數不夠用 你要引用 那個Excel裡面的函數 那就這樣用就可以 那後面的話 你就是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不過你會發現它很奇怪 什麼 Arg1 Arg2 Arg3 Arg4 看不懂 所以怎麼 所以 這很奇怪 不過 書裡面是沒有這樣寫啦 這個都是要自己 平經驗的啦 OK 有沒有 1234 你就拿1234給它 結果就正確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點不負責任 它這個地方 沒有弄得很 很清楚 其實我還蠻期待說 它這上面應該就是 那四個就是 剛剛看到那四個東西 不然的話 有很多地方就做不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我想 額外補充的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也就是順便講一下 以後呢 如果你要使用VBA的函數的話 那其實你拿VBA點 然後MID 按F1 參考就出來了 其他 很多 我是建議呢 你們可以花一點 這個還是要下一點功夫啦 如果你要徹底了解 100 大概二三十個吧 你就是自己在做個筆記 那第二個如果不夠用 你可以取用Excel裡面的函數 用那個Worksheet function 這樣的話應該夠用了 如果你這些都會的話 第三個可以再配合我們這邊丟公式 不過我發現丟公式比較簡單 可是因為丟公式遇到大資料的話 對 所以你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你丟公式 它的 簡單是比較簡單 可是它的效率會比較差 因為它是丟進去執行 丟進去執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它丟進去會有很多的公式 所以你會變成你將來也是有存檔的時候 檔案會非常的大 所以當然如果你將來要效率 跟檔案又小的話 當然你可能要學習用 VBA裡面的函數 或者是說用什麼 用Worksheet function 這兩個如果全部改過的話 效率應該就會 可能 會好很多 檔案也會小很多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額外的補充 剛好同學問到 我順便講一下 其他地方 其實有些東西是這樣 真的你沒有問 我還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沒有 looked up 沒有 我現在沒有密寨 每一次 hyp symptom 你我並非任何人 你更有密審